第三诗题在长度是28的AB线段上面取点P 这个AB线段整个是28 上面取点P 然后呢其中用AP它围成一个长方形 比较长的这一段它围成一个长方形 另外一段它围成一个正方形 题目要问 已知PO这个是T 那正方形跟长方形的面积核 有最小值S 那要求它们的面积核的最小值是多少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PO等于T 题目上要说呢PM等于3PO 也就是说这个PM是3T 那因为这是长方形 所以NO这个也是3T 那MN呢这个是T 所以这个长方形这里的周长是3T加3T加2T是8T 事实上也就是AP这一段是8T 那既然这一段是8T 那我们就知道 那这个BP呢就等于28减掉8T 那这个呢这个BP呢要围成一个正方形 那也就是说这个正方形的一个边长呢 是28减8T再除以4 也就是等于7减2T 7减2T 好那我们现在来列试看一下 两个的面积核面积核最小值S 我们来看一下S呢等于多少呢 两个形状的面积核 长方形长是3T 宽是T 加上正方形7减2T 边长7减2T 面积7减2T的二次方 把它整理一下 3T平方加上49减掉28T 加4T平方 整理一下变成呢 7T平方减28T 加49 那把7呢把它提出来 或者是说直接把它配方 前两项挂号挂起来 提出7 T平方减4T 然后呢开始配 开始配呢 要加多少呢 加4的一半2 2在平方 然后马上再减掉2的平方 那因为这个2的平方呢 我们要把它移到外面去 前面还有个7 所以整个式子呢 就变成这个样子 7乘上T平方减4T 加2的平方 然后呢加49 本来移到外面去减4 减4因为还有一个7 所以变成减28 整理一下 变成7乘上T减2的平方 加21 那这个地方呢 因为T减2的二次方 大于等于0 乘以7大于等于0 加21大于等于21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S的最小值 是21 什么时候会最小呢 此时 当T减2等于0 也就是T等于2的时候 S会有最小值 21 所以这一题呢 答案选B 请不吝点赞 一下子 请不吝点赞 一下子